美国有个智库叫CSIS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前段时间公布了一个兵器推演 简称兵推 说是2026年台海会发生战事 交战的双方 一个是中国方面的大陆方面的解放军 另一方是美日台独军队作为一方 为台独而战 打起来之后 美国派兵 日本派兵 加上台湾的台独军队 共同跟解放军作战 作战的结果有很多种结局 这种兵推有24种结局 分什么 它是模拟的 基础模拟 悲观模拟 乐观模拟 还有什么末日模拟 是24种结局 其中有一个叫做乐观的模拟 说是解放军惨败 美日台这一方说是惨胜 惨败的结果是什么呢 说是海军打得亏不成军了 这个战舰都折损了 空军的这个战机也折损 那么这个虽然是占领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 但是就留下台北一个地工不下来 那也就是反过来说呢 是产生的结果 就是说只保留了台北啊 其他地方全都放弃了 那么再说这个乐观兵推的这个具体的数字是什么啊 在那有有几个数字啊 他说啊这个解放军会损失多少 155架战机 这都是具体的数字啊 138艘主力战舰 海军亏不成军 阵亡一万 还有几万战俘了 那台湾那边呢 这个陆军阵亡3500 海军所有的26艘驱逐舰的呼吁舰全部被击沉了 那美军这方面呢 说是阵亡的人呢 会有3200 折损呢 有两艘航母 航母应该是战斗群了哈 这个10到20艘的大型水面战舰 而日本方面说是也有战损呢 它损失100架战斗机 完了26艘战舰 那这份冰推公布出来之后哈 这个有这个懂军事的朋友啊 不懂军事的朋友 你看像我这不懂军事的朋友哈 都说啊 这是相当荒诞的一个 一个冰推啊 里边呢 这个逻辑性是 简直是没有 不是说差啊 简直是没有什么逻辑性 那么一个没有逻辑性的这个冰推的话呢 那等于是让人看笑话 那要说到冰推呢 这个 看这份冰推它是有前提的啊 你说美军啊 战损日军也战损 那起码这个前提就是他们得参战吧 参战是个前提啊 对于参战不参战这个前提的话 现在有很大的一个讨论 如果参战的话 这个乌克兰那个战争为什么不去参战 美国有又有那么大的能力参战啊 但是就是躲得远远的啊 那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说美军你出多 你派出多少艘航母战斗群 你说这个冰推啊 是打掉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啊 你要说紧派出这两个啊 航母战斗群的话都被打沉了 那不叫全军覆没吗 那不叫全军覆没叫什么 如果那个不叫全军覆没的话 而且还叫惨胜的话 那李鸿章啊该乐了啊 该在这个坟墓里边的棺材里边该该该该乐了啊 他倒安心了啊 他得到一些安慰了 因为北洋水师就是他手里边就是全军覆没的 如果说你不是说只派出 他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派出了四个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我要是解放军的指挥官的话 我为什么要打两个 完了留两个 我为什么不四个一块打 另外还有一个呢 你即便是哈 这个打俩留俩 你一艘航母上有多少官兵啊 五千人吧 这个数少不了吧 你两艘航母都沉了底了 那这个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一万人 为什么只折损了三千二 那六千多人哪去了 是不是到海里边洗了个热水澡 又爬上来了 那他设计的第三个前提呢 就是说解放军这边只有这个东部战区参战 这个南部战区的话呢 在一边瞅着 在一边瞧着 看着啊 不动手 那么在有战损的情况之下呢 东部战区向南部战区啊 求援 南部战区呢 纹丝不动啊 这个见死不救 这是一个前提啊 这个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啊 因为这个要是说战事一起来的话 只会作战的应该是中央军委 而不是说把权力啊 直接下放给这个战区啊 而且战区之间还平行着啊 那么求援啊 还不答应啊 这种沟通的话 确实不会发生 那第四个前提呢 说是台湾那边的台独士兵啊 要有决心啊 有毅力啊 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而且呢 还是能够坚持七十天啊 这全是瞎扯啊 到最后拿个 是不是能够打到啊 拿把扫帚的程度啊 那第五个前提呢 就是说解放军呢 会对全岛封锁 海面上也封锁 空中也封锁 也就是说呢 军员呢 从空中送不到台湾去 从海面上呢 也进不去啊 你既然封锁的话 那这个其他的一些民生的啊 什么贸易的 民间贸易的 那些这个船只啊 不也进不去吗 对不对啊 尤其是天然气 现在啊 岛内的朋友说天然气啊 台湾岛内要要天然气发电啊 天然气的储量的话呢 现在只能够维持哈 这个这个正常情况下是七到十天的 这个如果一封锁的话 天然气断了 就能发电 尤其呢 网友啊 对这个只打两艘不打四艘的这个 确实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他们举例说 像那个 地道战里边啊 就是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来十个打五双的啊 你不会说是打俩留俩 这个呢 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但我要是解放军的指挥官的话 美军方面要是派四个啊 这个航母战斗群呢 那四个我都得打 打几脸了不都得打吗 几脸的那个关公都能战秦琼呢 何况你四个这个航母战斗群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注意的啊 就是航母航母 什么叫航母 叫航空母舰啊 航空母舰干什么用呢 不是军援吗 航空母舰是最大的功能啊 就是在海上啊 那是一个战斗机的平台 你要起降战斗机的 你战斗机要从这个航母上起飞和降落 对吧 你这种军援的话呢 你这个舰上啊 这个这个航母上一定要有战斗机群 你战斗机群 你航母都沉了底了 那个那个战斗机啊 不算折损吗 所以并推这方面啊 不提这个航母上的战斗机的折损呢 这一点也不符合逻辑 我记得台湾有个外省人啊 老先生啊 这个住在洛杉矶 他一百多岁的时候才去世 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啊 这个先生叫李正中老先生啊 他在九十多岁的时候啊 就谈起过这个台海战争 一旦打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啊 他说呢 他要是解放军的指挥官啊 他就打两枚飞弹就够了啊 一枚飞弹打这个供水系统 另一枚飞弹呢 打那个供电系统啊 如果说是没水没电的情况下 他要在当地啊 他第一个跑出来 因为你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之下 冬天又那么冷 夏天又厚热厚热的话 简直是活不下去啊 没水没电的情况之下啊 这个人不跑还等什么呢 那最让人觉得好笑的话啊 就是说这个兵推啊 把中国的解放军啊 这个设计的又那么傻又那么笨 因为战事一起来的话呢 这个指挥权呢 是在中央军委 而不是说把权力都下放到这个 叫什么东部战区自己去全权处理去 根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儿 孙子兵法说啊 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这个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 不知己不知彼百战必殆 打一仗输一仗啊 对于兵推的话呢 从历史上看呢 我们也能够想起很多种兵推 比如说啊 这个中国的军队啊 跟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这个交手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战争的结局 在这之前应该有过兵推 对吧 兵推的结果是打个平手吗 另外在越南战场上 美军是不是在这个越南战争的结局之前 也有一种兵推 会会涉及到那种啊 这个这个结果吗 另外原来不说说阿富汗 对吧 阿富汗2001年到2021年打了20年 开始的时候啊 有没有兵推 说是对这种2021年的这个狼狈撤军 有过充分的这种啊 这种推测呢 还有像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啊 这个杜长江啊 这个长江战役 那说长江防线 固若金汤啊 啊 这个能够坚持多少 三个月半年呢 什么南北分支啊 那不也是一种兵推吗 结局都是怎么样的 结局啊 跟实际情况差的太远啊 当然我们是主张和平啊 这个不主张战争的啊 我们期待的是天下太平 而不是啊 战火纷飞 战火纷飞 帘火纷飞 你不想要 帘火纷飞 帘火纷飞